如何救党 救国 救两岸 目的是多重的 我们希望我们顺利地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目标 我们也希望海外各个的侨胞 能够跟我们多多的联系 我们一起努力 这一次去美国是跟侨胞见面 或许像明年年初 身为学校还会考虑再去美国一次 那一次呢 就是针对美国的重要的智库 跟重要的政治人物在进行的沟通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一个好的理念 是需要大家不断地去推广的 一个好的政策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贯彻的 我们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 但是只要大家一起努力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一起努力 也谢谢各位今天到机场来送我 也特别感到很抱歉 我们对面的警察先生耽误了你的时间了 非常非常谢谢 也谢谢你们 我们都是一群非常善良的老百姓 他们一定会尊重警察的要求 我们尽量维护我们社会的安全 我们也再次谢谢警察 谢谢台湾的社会对我们的关心 那这一次回来以后 我会把美国的行程 我们的重要的结果 再跟各位好朋友再报告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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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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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一起好不好 我们就喊张亚终 有请牌 加油 好不好 三次 好 张亚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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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 如何 救党 救国 救两岸 随后呢 我就利用这个机会 到全美国各地方 走不动走不动 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这段时间 我的努力 以及我对于 党 汉国 和两岸关系 未来走向的一个看法 当然更重要的 我也想听听大家的高见 所以我想 等一下在我发言完了以后 我想多保留一点时间 跟各位做Q&A 各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我也会认真的来思考 那我也想利用前面一段时间 我来报告一下 我最近的一些观察 救个和平 两岸的中华民族 是不是能够和平的发展 这是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要救两岸以前 作为两岸的一方 中华民国政府 或者台湾 我们必须做到两点 一个 我们必须要有解决 两岸关系 栏起的一个大问数 第二个 中华民国要必须要够强 如果自己都弱了 那就没什么好再谈 所以我们当然也要救国 不只要增加中华民国的实力 也要中华民国解决问题 栏起的论述的能力 对我们来讲 历史的认同 我们熟的是中国史 中国史就是本国史 我们的身份非常简单 我们是炎黄子孙 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们当然出生在台湾 但是我们的血缘 我们也是中国人 这个东西也没有问题 在我们曾经年轻的时候 中华文化 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离异廉耻 是我们从小的 学校告诉我们 应该要做的东西 在我们在更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 我们也了解 国家的思想 它是三民主义 他是孙中山的思想 各位 当我们都觉得这么频繁的时候 可能在台湾人都认为说 台湾人都不是中国人的时候 你认为台湾 不会分裂吗 你认为两岸关系会好转吗 这几年来 我 因为我的好朋友们 在历史文化这一方面 我从来没有退缩过 各位也许看到的是 我上一次选 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这一二十年来 我一直在捍卫这些事情 包括我在中华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自己花钱 拍了一部 百年中国迷雾之间 它是六集的纪录片 大家到网路上 还可以找得到 我就希望透过这一个纪录片 来弥补台湾在历史教育上的不足 基本上是这样的思考 那邦年呢 就是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主权 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主权 那美国 中国大陆不可能会容许 有两个主权 存在的 这就是它所谓的两国论 那可是我们又有一个问题 在台湾比如我们常常讲说 民进党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国民党也讲说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我就要问说这个独立是什么 你独立于中国大陆 你又说你是个主权独立 因为按照我们中华 中国国民党的一场 我们的主权是包括全中国的嘛 所以中国国民党面对一个困境 到底你的主权是包括全中国的 还是只在台湾金嘛 那民进党讲得很清楚 我的主权只在台湾金嘛 不包括全中国 所以我觉得在处理主权问题 是两岸现在最大的一个难题 那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 我的主张其实很清楚 就是反映现在两岸的法理现状 就是现在的法理是什么 我们就是主张什么 各位你听听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现在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们的主权的宣誓范围是 包括大陆 包括我们宪法第四条 中华民国的离土 因其固有疆域 这个固有疆域 应该不是只有在台湾吧 就像我们的国习哥 山川壮丽 互产丰龙 炎黄死尊 东亚称雄 那个山川壮丽 应该不只是玉山跟佐水溪吧 应该可能也是五岳台山 所以包括在里面 那大陆的宪法呢 它的主权范围也是包括台湾 所以其实在主权的问题上 两岸的主权是重叠的 这个要很清楚 这是两岸主权的宣誓范围是重叠的 就像一个家里面的兄 一个家里面的夫妻或者兄弟 他们在夫妻还没有结婚以前 还没有成家以前 这个家既是哥哥的 也是底里的 这个家的财产既是属于先生的 也是属于太太的 大家的主权 主权就是一个财产权 跟一个代表权的问题 比如一个夫妻在一起 这个家的财产是属于夫妻的 谁代表这个家 先生也可以代表 蔡妻也可以代表 可是治权呢是分开的 就是你管你的我管我 台湾从1919年 中华民国政府到台湾以后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所管辖的地区 只有在台湾金马 大陆所管辖的地区 是在整个大陆地区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分治不分裂 两岸的管理权是分开的 但是我们的主权是重叠的 因为我们的主权重叠了 我们可以大陆讲说 我们谁也不要分裂整个中国 我台湾不分裂 你也不要分裂 你说大陆怎么会分裂呢 如果跟美国的关系好 那叫加分 跟美国关系好 跟日本关系好 那又再加一分 我再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大家都年纪 慢慢都 我们都已经越来越大了 我们了解身体健康很重要 身体健康就是那个一 有个很好的家庭再加一个零 有个很好的小孩子再加个零 然后呢 有很好的事业再加一个零 有很好的朋友也再加一个零 但是如果这个身体没有了 其实后面都是零 都是零 所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 同样到底两岸关系就是那个一 对美关系加个零 对日关系加个零 对欧关系加个零 但是如果两岸关系搞坏了 那后面都是零 而且两岸关系搞坏的时候 你的亲美 那美国就要考虑到美国的立场 美国 你既然亲我美国 而我美国 中国大陆对抗 那我怎么办 那你之后